本分局接获报案 被害人称在7月30日20时许 与本辖某旅馆与一名自称保全之陌生男子相约性交易 被害人进入房间后 急遭对方以手铐限制自由 要求配合并翻看被害人手机 双方未完成性交易及各自离去 经警方组成专案小组 扩大雕阅监视器 积极禀队并锁定犯嫌身份 于今日上午将涉嫌人理性男子具体到案 全案依妨害自由案 以请新北地解除承办